在画面中,一头银发,穿着一身优雅的黑色外套,露出小腿,手拎着包包向白金汉宫走去的,是前BBC董事会主席Marmaduke Hussey的遗孀,Lady Susan Hussey,苏珊贺希夫人。 她今年已经84岁了,此行不是路过白金汉宫。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在一群游人中,眼尖的英国小报记者发现了她。 跟周围普通人不一样的是,苏珊夫人前往的是白金汉宫的员工通道,这是她熟悉的路。 此次回来,是受安妮公主之托,带她出席公务活动的。 苏珊夫人为英国王室服务多年,前不久因为犯错,被迫辞职,因为涉及种族歧视,引起的风波比较大,功力也留不了她。 没错,就是前阵子当面连续问一黑人女性八次你来自哪里的前宫廷室女官苏珊夫人。 她那次犯了很大的错误,严格来说,是故意犯的错。 当时在宫里,卡米拉主持了一个活动,邀请了很多女性慈善团体,因为卡米拉本身就是这类慈善的赞助人。 Sister Space就是这样一个慈善组织,该机构旨在帮助那些在英国国内面临家庭虐待和性虐待的非洲裔和加勒比裔女性。 该机构的创始人叫恩戈奇·富拉尼,当天的活动照片里,就有她和卡米拉。 富拉尼没有和卡米拉发生冲突,是苏珊夫人主动找人家的麻烦。 根据富拉尼的回应,当时宫里有个老者突然碰了她的头,然后掀开她的头发,看清她胸前名牌上的名字。 这个老者就是苏珊夫人。 可是当下,富拉尼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只是猜测对方应该是宫里级别很高的人,且是长辈。 虽然富拉尼不喜欢别人碰她的头,坚持认为碰人家的头是不礼貌的,但是想想对方是个老人,自己也不打算跟她计较。 但随后,二人之间发生了以下的对话,对话的内容很单一。 苏珊夫人一直在问富拉尼来自哪里,即便富拉尼说自己就是出生在英国,对方也不依不饶,坚持把她往非洲黑人那里靠。 连问八次,压根不管每次富拉尼是如何回答的,富拉尼当下就很不爽,活动结束后,她就把这件事放到了网上。 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是好欺负的。 显然,这个热度跟种族歧视有关。 苏珊夫人不久后,也被辞退了。 发生这样的事,苏珊夫人是很难再待下去的。 毕竟问那些话的时候,身边有几个权威人士在场,听到了。 富拉尼庇佑上网的时候,证人也出面力挺。 而且,英国王室方面,包括威廉王子都站出来表态,不允许种族歧视。 就这样,八十多岁的苏珊夫人因为一时的口嗨,丢了自己坚持多年的工作。 虽然后来,白金汉宫出面,把两人拉到一起来调解。 苏珊夫人对富拉尼道歉,后者也接受了。 但因为事情一下子闹得很大,苏珊夫人在事情结束后,在圈内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 这种错误都犯,不怪别人狠狠骂她。 高龄,加上丈夫一事,人们以为苏珊夫人会这样不体面地结束工作,带着羞耻过退休生活。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 因为是英国王室几十年来非常信任的一位老员工,所以很多活找她来干,是在合适不过的了。 这次,她回归宫里,是为了帮安妮公主执行公务的。 这已经不是安妮公主第一次找人代替出席公务了。 这种事,非常常见。 因为公务活动多,而英国王室的高级成员就那么几个。 所以,总会有一些老友,老员工来帮助这些人,露面。 比如,十二月有个葬礼,安妮公主就是让詹姆斯爵士代替她出席的。 这种事,查尔斯三世和卡米拉也经常这样做。 年轻的安妮公主和苏珊夫人去滑雪,但这次,她选择用苏珊夫人,还是让不少人感到诧异。 先不说别的,就到这次风波的时候,有朋友帮苏珊夫人辩解说,之所以会问那么多次,是因为苏珊夫人这些年的听力出了问题。 那请问,身体功能已经不够好了,为何安妮公主还要她回来? 况且,风波发生后,苏珊夫人并没有被驱逐出这个圈子。 上个月,查尔斯三世照样邀请了她去桑德林恶母庄园做客,当时安妮公主也在那里。 也就是说,不管她口嗨多严重,宫里如何在公众面前指责她多不对,私底下该有的往来,一样也不会少。 典型的包庇行为。 不过,联想到苏珊夫人的背景,这种找个理由就能回归的事,就能轻易想通了。 苏珊夫人在宫里的关系特别硬。 祖上是贵族,圈内朋友亲戚都是不一般的背景。 只比英女王小时三岁的她,从六十年代就入宫了。 直到英女王高龄去世后,她都还能留在查尔斯三世纳工作。 她的家人方面,她姑姑弗朗西斯以前是伊丽莎白王太后的侍女。 她唯一的女儿凯瑟琳也因为她的引荐而为英国王室服务。 目前凯瑟琳是当今英国王后卡米拉的女官。 而苏珊夫人自己是县王楚威廉王子的教母。 同时,她自己也是以示女王和县丹麦女王的多年闺蜜。 英女王在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堡,她经常去,随便待。 当初戴安娜进宫时,由苏珊夫人来帮助戴安娜适应宫里的工作和生活。 后来,梅根嫁进来的时候,也是只派苏珊夫人来指导。 菲利普亲王的葬礼上,英女王车里坐的唯一一个侍女,就是她。 英女王去世后,她仍旧被留下来当宫廷女官,协助白金汉宫内举办的各种活动。 方方面面来看,她都是宫里的老员工。 尤其是在英国女王去世后,这个王室压根就离不开苏珊夫人这样的老员工。 她是最了解如何让一切如伊丽莎白二世那个时代一样运转的人。 时代改变了,以前的主星谷走了,留下的都是普遍经验不多的员工。 而里面经验丰富,且又跟英女王打交道最多的那几个,都被查尔斯三世留下来重用了。 这里面,就包括苏珊夫人,还有管家,以及少校。 前朝老员工很多都被承诺可以留在原来的岗位上。 当然,也有很多是需要离开的。 在员工选用方面,证明了伊丽莎白二世的治理能力之强,也侧面说明了查尔斯三世跟自己老妈的差距之大。 她的母亲,能够把几个行工,所有王室资产,都管理得紧紧有条。 同时国家事务也处理得很好,还能保证自己养狗,爱马的爱好,持续多年。 但查尔斯三世呢,刚继位就是一顿依赖老母亲留下的各种人才。 七旬高龄的她,显然力不从心,包括自己的加冕礼,被阿戴尔等人拒绝。 而妻子卡米拉的冠冕改造,也有令珠宝伤头疼的问题。 加冕礼常用到的一颗爵士宝石,光之山钻石,因为印度的抗议, 所以这颗重达105克拉的大钻石将不会被放到冠冕上。 但是,问题来了,这样就会留下一个很大的缺口。 里面要放什么呢?珠宝伤很头疼,现在的对策暂时是往里面加更多的钻石。 而那些曾经从别国抢来的大宝贝,这次就不能再放了。 英国方面,美其名曰是不想勾起别国人民的痛苦回忆。 这颗光之山钻石,印度的甘地都喊话让英国还回来过,但是,到现在都没有。 当然,英国方面,也不是没还过印度东西,只是,还的都是些他们自己都看不上的。 话说当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是要结婚的时候, 还是印度总督的蒙巴顿启程回国前,去看了一下甘地。 提议让甘地送件礼物给英国公主吧。 当时,她还没当上女王,甘地接受了蒙巴顿的提议, 但因为那个时候,甘地身边没有傻宝贵的玩意儿。 蒙巴顿让她访快步,还说什么,只要是你甘地做的,英国都会把很真实的。 结果,这快步被送到王室那里之后,公主的老妈伊丽莎白王太后一脸嫌弃,以为是妖部。 后来才知道是印度的甘地送的,收下了。 但几十年后,莫迪来访英国,英国女王聊着聊着,就把这块新婚礼物给还回去了。 英国和印度在某种程度的相爱相杀,是很有喜感的。 但眼下,英国王室的未来,风雨飘摇。 宫外有哈里王子不断添乱,宫内,各种风波。 以前伊丽莎白二世还活着的时候,苏珊夫人就能控制嘴巴,不给英女王惹麻烦。 现在,她一走,八旬高龄都要出来歧视人,还一次就连问八遍。 虽然英女王离世的时候,天空出现了彩虹。 但在地上,当民众去瞻仰她的灵鹫时,有人冲过警戒线,吓呆了众人。 最后,被警察按住在地。 这种混乱,在她的葬礼结束后,查尔斯三世已多次出现。 只能说,当太子当得太久,太老,就是不好。 因为依赖已经形成,想戒掉,太难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氏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